歡迎大家收聽 收睇 議會內外 我是劉慧卿 今天我又請大律師公會的代表 是想來講的話 這位先生不是很多個月前來過 不過來過後當然有些大件事 這位是大律師公會執委會的執委審市民大律師 Eric 謝謝你 多謝兄姐 多謝Eric 為什麼Eric這麼忙 我都要祝他來 就是因為大家可能記得 上個月不是幾個星期前 香港很多報紙頭條大賣 就說大律師公會和北京大學有些紛爭 因為他們很多年都派大律師去北京大學 跟他們法律系的學生講學 這次突然出了事 就不能說了 要停 還有大律師公會主席 戴啟師Phil Dykes 其實我是很想請他來講 當然我們很歡迎審市民Eric 但是Phil的廣東話就未必那麼行 所以他也去不了 因為北大也有個儀式 每一年不知畢業禮還是什麼禮 就是請大律師公會主席去的 他也打算去的 誰知道又去不了 叫他一定不要來 全香港真的很緊張 所以我也是很緊張 因為我相信香港的法治 就是我們法律界的司法獨立 這個是對香港人很緊張 那又說 喂 那跟北大有什麼關係呢 跟北大沒得談就罷了 那不是的 那為什麼突然間多年來講 突然間停了呢 這樣就 是不是大律師公會 好像中共最喜歡的 所以今天要問一下Eric 看看他怎麼說 Eric這件事現在是不是平靜了下來 就是我不是在這裏炒作 是不是平靜了下來 因為已經甚至處理了 其實在五月 今年的五月 五號和六號 就應該有一個課程 大律師應該會上去北京大學那裏 是售課的 就由那時候開始 因為他們有兩位的大律師 即是我們指派的大律師 是有關 張耀良啦 和買日判氣啦 你沒什麼不說 其實主席那封信 給我們全部會員的封信 都講了這兩個人的名字 即是提了他的名字 是否因為北京點他的名字 其實他們是兩個人 不受歡迎上去 在五號和六號講課 即是他們什麼時候告訴你 五號、六號、五月 是不受歡迎的講課 如果講時序的話 其實那個課程 每年都差不多時間 就會去到那個科目 即是公香港普通法的公法 上去教書的時候 都是差不多那個時間 在五月五號和六號 應該有這個課 在北京上課 但在四月二十幾號 大約在二十三號 通過電話溝通 就說這兩位教學人員 不需要上去北京上課 不需要上課 社會內部和北京合作的課程 但公眾包括你有這麼大興趣的話 都不爭再交代 其實這個過程裏面 我們是很想維持五月五號和六號的課程 換句話說 是用其他的方法和我們溝通 希望找其他的人上去 就代替了這兩位大律師 但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都是不可以接受 即其實本來有四個的 原先有四個 其實公法那裡 其實是有一路以來四位的同事 是上去北京大學教授的 但是那個設計 即公法這個科目的設計 都是由張大律師和潘希 他們兩位 由2011年開始負責的 換句話說 這兩位的教學人員 是我們公會指派上去的 已經做了七年了 另外那兩位 另外那兩位 我想不要說 因為他們比較後進 但是 後進才要說 才炒熱他 所以我 但是他們兩位不是教公法 都是教公法 協助他們去幫助他們去教學 所以主要 一起上去 四個一起上去 即是跟著師傅 即是跟著師傅 跟著師傅教 四個一起上去 但是主要不受歡迎的 就是剛才所說的那兩位 你們四月就知道了 電話公知你 你們就打電話跟他們說 我們不如找另一個去吧 你們有沒有給他名字 都有的 他們肯定是 都是不接受 那不只是不接受那兩位 是的 我聽到你給大啟師 和一陣文文 有些人說你 是耍耍的 是嗎 那個課程 因為這樣的原因 就算改了人 都是不被接受 課程又不接受 人又不接受 主要是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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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五號六號的課 因為這樣的原因 太問了 所以就取消了 即是沒有人可以上去教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如是者 就好像你剛才所介紹 其實每一年 大律師公會的主席 都會受到邀請 就是為了北京大學 和大律師公會合作的課程 是有個相等於畢業禮的儀式 當然是將就他們的學生 就會在北京舉行 今年就是六月初 將會發生舉行 照主席所和會員交代那封信 都說了 其實他作為一個英籍的 英國的passport holder 其實他是需要拿大陸的visa 所以因為這個原因 除了口頭邀請之外 都是有一封邀請信 讓他可以去做到visa 我已經有了口頭邀請 什麼時候出的 這個是五月尾出的 哦 visa也是相當時間去做了 五月尾的時候 他已經選了做新的 很久了 你們記得幾多月? 今年的1月18日當選 所以其實一貫來講 都是大律師公會的主席受邀請 每年都會去的 奇怪的地方就是 因為那個邀請信 然後出了visa 主席打算上去的時候 相當問的時間 在五月尾就說 不需要去了 即是連簽證都拿了 拿了 因為他要拿邀請才去到 神奇的地方 我覺得神奇的地方 如果是我們香港的主席 是不需要拿visa 一般來說都會有回鄉證 這樣就走上去 一搶我們這些人 走上去的話就沒有這個問題 但是因為philip是英籍 所以就要拿visa 所以要拿visa 因為拿visa的原因 他才要求有張邀請信 也都還給了 還給了 後來就說不需要 五月尾 很近的 即是你們五月中 頭的課程停了 然後他就說不用來了 是的 他自己打來的 他通知我們 其實主席當時是在奧斯陸開 跟法律有關的會 他就打算在奧斯陸直接飛去北京 挺慘的 然後收到這個消息的話 那當然不會去 當然不會去 不是在機場圓機險犯 那就回來香港休息了 這件事完了之後 即是有關的畢業禮 整個畢業禮都取消了 其實是六月初 是六月初 真是大件事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大律師公會 即是我們執委會 就開會了 那就檢討這兩宗事件 我們有兩個決議 第一個就是有關 繼續下去 有關這個普通法的課程 合作 是不是應該繼續呢 最終就決定了 由今年結束 整個節目結束之後 包括其實是 有一些北京大學 法律系的學生 參加了這個普通法課程 其實他們經過挑選 即聰明那些 考得好的那些 就會來香港跟師傅 上庭 然後做兩個禮拜 我們就不想影響這班學生 這個最後的部分 所以暫時就沒有任何的公佈 等他們來到香港七月的時候 完成整個暑期的跟師傅 作為課程最後一個部分的學習之後 然後我們才發信給會員 然後告訴他們 交代整件事 為什麼我們要發信給會員 不是任何炒作 不是炒作 聽聽中聯辦 經常有人炒作 其實在那個過程裏面 大家從剛才的介紹都知道 其實我們的課程 跟北京大學合作 是沒有牽涉香港的學生的 完全是北京大學的學生 我們每年都用了一些經費 是為了這個節目 是讓他們認識 大一點的世界性的 普通體系的法律 所以得益的 其實主要就是北京大學的學生 所以我們覺得用了這樣的經費 然後做了這樣的節目 然後一個合作 然後在沒有解釋任何原因之下 然後就停了一些教授 然後亦都停了一個這樣的邀請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就覺得應該暫時停了這個節目 直至到解釋到為止 是否沒有解釋 別人解釋給你聽 又不喜歡教科 又不喜歡那些人 又沒有解釋 其實是沒有這樣說過的 那你為何剛才這樣說 因為是那兩個人拒絕了 那兩個人 他就不喜歡那兩個人 想去教 以及去教那些東西 也不是的 他沒有提到教那些東西 他只是不喜歡那些人 那你們建議別的人 他又不喜歡 換句話說 我們有一個想法 就是 直至到我們介紹到一些他喜歡的人 然後才可以教到 這不是一貫的做法 其實 其實這麼多年來 我們做了七年 從2011年開始做了七年 所有的人選 上去教書的人選 都是由我們去指派的 他們是沒有無償的 即是沒有工資 全部都是 是不是要自己付錢 可能有些食宿費用 是要自己付 當然我們都會付機票 等他們上去 但是我想強調的 那班教授的學生 都是大律師 他們當然都是那科裡面頂尖的人士 因為不能失手 然後在過程裏 如果我們自己選的 這麼多年來 都是沒有問題的話 最重要的是 那兩個人 教了七年 為什麼突然間 2018年有問題呢 但是沒有解釋情況之下 加上主席的邀請 我們就覺得應該要暫停 我們都曾經要求 看看他們有什麼原因 實際一點的 就不要憑謠傳 問清楚什麼原因 都是沒有原因 那剛才我想說的 即是不回答你們 我想說的 就是有關和會員交代 即是主席在八月出的一封信 其實第一 就是張咒了七月份 最後來香港跟師傅 就不想影響那班北京大學的學生 即是他們全部回去 他們全部回去之後 也都寬送了他們回去之後 然後我們才出這封信 原因就是 其實這麼多年來 很多不同的大律師 其實在不同的科目 因為不只是公法 有其他科目 在普通法的課程裡面 其他科目 都有很多人 會員參與了 上去教書 那那些是否正在進行 那些都是停了 停了 整個普通法的課程都停了 包括多少人 多少項目 我想在普通法的課程裡面 有四個科目 一個就是公法 有一些是有關arbitration 即是和解的法例 仲裁 這個仲裁法 我們會繼續 叫師長去教 有些普通法的其他科目 比較民事法 刑事法 都會做 但是我們說 今次的事件 是由公法開始的 公法的先生 是被拒絕了 即不給 我們就在想 究竟應該停 是停公法 還是停了整件普通法的合作 即加起來有多少個 即是八個 如果我們每一科 平均來說是四個人負責 包括寫課程 去deliver 去教學 整件事由四個大律師負責 五四四十六 每一年起碼有十幾二十個牽涉 還有一個負責整個項目的執委同事 所以十幾二十人每年 每年都有不同的人參與 在這麼多人參與的情況下 如果我們停了 即是不去告知會員 所以我們的範圍就是 希望交代給所有會員 整件事的來龍去脈 然後就在那裡停了 其他那幾些貨 都是五月 還是不同月數 不同的月份都會做 其實我們得息在公法五月五日和六日 停了這兩位同事上去教學的原因 就是在早前四月二十幾日 在另外一科教的時候 是透過那一科教師 大律師然後通知 即是他在上面通知 你下個月不用來 下個月你叫Hector不用來 但是其他幾科都教了 都教了 差不多教了 公法差不多是最後的 但你們老實說都教了 你是不是都停了 但是你們現在說停 是停2018年 是嗎 2018年 其實你們還想搞的 是不是 其實是討論過的 我們現在的說法 就是我們暫停 無限期暫停了 2018年開始的這個合作 然後就希望期待 將來還有留一線 如果我們真的明白清楚 原因是什麼的話 然後再談 這個合作的整個合作的過程 以及結構 其實已經很成熟 如果真的有可能打開 然後再談 為什麼當日會有這樣的改變 然後我們覺得解釋 我們都可以接受的話 其實是可以重新合作 但是在這個階段 我們在沒有任何理由 原因解釋到給我們聽的情況之下 我們真的很難跟會員交代 今天就是 今天就是 潘希 明天又是 令我兩個不接受 再下去的話 你跟我選吧 不是 因為如果他開了那個 那他每天都會選 你們有多少百會員 1400 不是 有時間去選 那你發了那個訊息出去 當然發了給千多人 是吧 有沒有什麼反應 那些會員 暫時都沒有聽到特別反應 就是沒有人出聲 就是當沒事 沒有人 沒有人 私底下當回有 但是正式的回應 就不需要 有沒有人出來說 喂 你當然不應該 找個他喜歡 問他喜歡誰 派誰去 真的沒有 真的沒有 是嗎 喂 那你那個前會長 有些說 就好像他也知道了 因為其實那件事 是再前一點的 不是4月5月的 是不是 好像有些訊息 你知不知道 我沒有這樣的訊息 新聞就好像有些報 但是你那個會長 又好像有些東西 你應該回前會長 那又說沒有人知道 不是這樣 沒有 在我們角度來說 是4月尾開始 是4月尾 那個教研書 你那兩個不用來 這樣 這樣 有些人就說 唉 你們搞了幾年 七年 七年 其實就是 中共想統戰你們 你們 你們都不是昨天出生的 你們都知道自己是重要的 你說我還是 我是你的會 你和你的會 大律師都不是昨天出生 那你都知道自己是主要統戰對象之一 是嗎 知道嗎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因為我是新的 我去年才進去 你是大律師 我明白 Emily你想說 你明白嗎 因為很多人就是這樣說的 就說你們 為何有這麼多記者來 老實說 如果沒有人想統戰 那些記者就沒那麼醉 你明白嗎 你自己是所謂的統戰 你覺得是不是 那件事就是2011年開始 我當時就不是在場 知道開始的情況是怎樣 但是因為今天你請我來 你要做些功課 不是呀 有大律師跟我說 你一定要找審市民 因為他應該要熟來龍去脈 你不要令他失望 你應該找潘熙 你不要那麼壞 有機會 潘熙有機會 一定有 因為今天要來 我又看回之前的文件 整件事真的 在我們角度看 用執委會角度看 是很簡單 和很pure 很pure 中文叫什麼 很純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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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中共說話很純粹 很純粹 人家真的覺得你昨天出生 其實是互相影響的 是的 其實那個互相影響的原因 就是我們現在不是在香港 或者在三間大學裡面 去教內地的法律 現在是我們用我們的資源 跟他合作 是教授普通法 而普通法裡面有很多 我們所說的 牽涉了的題目 是那些法律 和內地的內地法 即continental law 其實真的有不同的 尤其是公法那裏 我本人都是做有公法的官司 所以這個部分如果他們願意 即是開放 是給他們內地的學生 然後他們選擇這個過程 好像一個 exchange program 然後在北京那裏 接受我們的老師 經過了我們的設計之後 教一些值得教的東西 其實對他們來說是很大的 不是洗腦 沒有 那沒有的 如果有機會上網 你都可以看到我們教的東西 那些case law 還有那些法例 還有那些法律 在那些案件裡面 如果你懂得找的話 都會找到 只是用一個比較organized 有系統的方式去教他們 他們接受多少 其實在過程裡面 他們的教授都可以在場 都一樣是聽到的 我肯定在內地的教授 他們都認識普通法 但是他們都有個原意 他們有個心 是想他們的學生 從真正在香港 去執行普通法的公法 例如我們的司法覆核 這些角度 去跟他們研究的話 其實整件事是很值得做的 那麼我們在決定 suspend 了 即是說無限的各自之前 其實在執委會裡面都談過 其中一點就是這個價值 是不是我們應該 就是因應剛才所說的原因 這個價值我們暫時放下 即是不要再去得到 等他們北京大學的學生 得到這樣的好處呢 利益呢 教育呢 我們都討論過 但是那個原因實在太大 所以這個原因 就令到我們覺得 需要暫停 原因是什麼 就是剛才所說的那兩件事 但是其實我又覺得很怪 因為其實你們是很想去教的 是的 你們甚至也很願意找其他人 可能未去到一個位置 就說不如你說幾個名字 你說我便派 你就沒有說過那些 我們不會這麼說 但是你是願意調別人的 但是你自己 即是底線是你選擇的 即是你調別人 你不接受這兩個 不喜歡姓張 不喜歡姓潘 好啦 我給你姓大的 還有姓陳 還有姓陳 這樣你有沒有再多給第五 第六 沒有 即是這兩個就是這麼多 是 你要就不要就霸 因為當時的時間性不用 即是時間 那現在已經過了 是的 明年又來了 那你是不是再給他幾個 但是到那件事未有決定之前 就發生了主席那件事 哦 這兩件事加起來 我們覺得 如果沒有任何好的原因 就不需要再提名 即是你現在是想他 北京給你一個好原因 是 但他真的坐在你那裡也傻 因為張耀良好像在網台上也說過 他知道就是說 港澳辦和中聯辦是有發聲的 你們知不知識 我們聽有人說過 譬如張大律師也有這樣說過 我們聽回來 但這些聽回來的原因 跟我們在坊間裡估計的 其實不是很大分別 我們只是憑正式的紀錄 正式的email 或者書信裡去問 和去了解 在那些書信裡 我可以透露 其實那些對答是很客氣的 即是說 很欣賞大律師工會這麼多年來的復活 欣賞成這樣的樣子 所以在那些書信 正式的文書裡 是沒有看到任何好的原因 但我不想評論坊間 譬如你說 即是 不是我說 那個人是張耀良說 張耀良說 如果在電話裡聽回某個人 那個人又是聽回來說的話 我覺得就不太實在 就留給你評論 有什麼評論 我覺得真的很虛偽 很離譜 但你們大律師工會 有沒有跟中聯辦 或者跟港澳辦 有沒有交往的 有交往 但沒有就這件事 大家沒有談 因為那個對頭人 究竟哪一個人 是決定這件事 我們只能看到是北京大學 如果他是他的 那就對 但如果是吃死貓的話 我們都沒有辦法 我們不可以無端端去找一個 背後的人 因為背後的人 根本都不知道是誰 喂 那個可能就是叫做習近平 哈哈哈哈 這個我不 不過現在沒有空理你們 這件事 但是這件事 即是你突然這樣炒作起來 我相信跟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政策 都是有關的 應該是不是 你們大律師怎麼看 即是闊一點 因為你知道 習近平也是很厲害 撓到我們香港是鬼撓的 你覺得有沒有關係 對於中央政府 如果從我們正式執委會的立場 我們就沒有任何猜測 我們就不應該 作為公會 不應該猜測背後的原因 跟你自己立場 跟我自己說 代表我自己 對啦 代表自己 不要說不要入大律師公會數 如果是星期四開會 我們就入壞我數 如果從自己個案的角度看 其實我們講的那些人選 我們講的剛才那兩個 兩個上海教學的 加上保替那兩個 加上主席 其實我們看得出這個系列的人 其實可能是因為個人的原因 所以他們不歡迎他們去做這件事 但是這個是限於那幾個人 還是再擴大下去 你做過其他某些案件 在法庭裏面代表某些人 都是不應該再被接受呢 這些我真的不知道 有機會的話 我又試一試 所以到時候看看 究竟那個程度是去到什麼 你又試一試 你都想去 給你的名字去 我也可以教 這個審士文 是不是看又是黑名單 那幾個人 你說由於他的原因 什麼原因 個人 有一個說法 這個純粹我個人聽 誰說的 有一個說法 就是外面的人說 裡面的人說 外面的人說 香港的人說 有關他們平時代表 在官司裡面代表的人 是哪些人 這些這樣的官司 是令到他們不受歡迎 那些人來說 都是一個common的共通點 我們就去找這幫人 什麼共通點 但是你知道 我們大律師做工作的時候 都是有那個原則的 任何人 無論是控方便方 無論是哪一邊 好人壞人 表面上看 他來找你的話 你又懂得做的話 Cat Rang Principle 你都是要接那單案 都是要做 那如果經過我做了一些案 譬如我做得好 然後不斷有那類人來找你 其實是刑事 在刑事案裡面 都很多 有黑社會背景的人犯案 都是會找回那堆 很出色的刑事案大律師 那難道你說 他們又不應該受歡迎 所以其實這個說法 在理論上 是不成立的 但是在實際現實生活裡面 是否真的有這個原因 那就真的要大家考古 但是我自己 就問我個人來說 我都是去到這個程度 大家要考古的話 猜一下這個原因是否 但是一點都不實在 那幾位 你們有沒有跟他聊過 當然有 那幾位有聊過 當然有 他們的心情平復了沒有 其實原先在4、5月的時候 都不是很跌檔 是嗎 大家吃過午飯 那就聊過 沒有去就算了 然後大家嘻嘻嘻 他還嘻嘻嘻 是嘻嘻嘻 不用去 有這個反應 是嗎 真的嗎 其實他們都不是很想去的 不是 在這件事發生之前 每個人都很懸疑 很熱烈 為何會嘻嘻嘻嘻 但是這件事發生了 難道你硬硬上去嗎 不能硬硬 當然不行 還有很多時候 譬如主席在競選的時候 都這樣說 就是說選到當然最好 可以服務到公會 選不到的話 就做多些自己的工作 其實這些平常心 是應該競選的人 一般的說法 選不到議員 那就做回自己的本行 如果我們這次說 真的用了自己的時間 其實是用了很多時間 去編排課程 是很用心思的 然後還要上去 然後還要參加畢業禮 然後在香港的時候 還要介紹他們出色的人 給師傅他們跟 整個鋪排是需要人力物力 我覺得很尊重他們 但是如果你真的不讓他們 就做回自己的案子 我們當日就是這樣的心態 那幾個 但是你們作為公會 執委會 都是想繼續 這個的 亦都願意 遷就你了 保你大了 你不喜歡這幾個 這四個 在四個以外 但是就要公會自己挑選 他不肯就是沒有 但如果你挑選了 他又肯制 你們是願意 即是明年也好 幾時也好 又繼續的 是嗎 而且不單止這個課程 其他因為你有幾項 你們都是願意繼續的 其實那些其他課程 不是公法那些 就更加無辜 無辜 那不是無辜 無辜 其實他就說你們很離譜 本來他們都不想你 停那幾樣 你是停這樣 你們又發脾氣 就停了 但是有一個問題 就是一個原則性的問題 在合作過程裏面 所有這麼多年來 去提名和給那些老師 都是由我們的執委會去決定的 當然要守住那個質素的問題 所以最好的人才去做這件事 那原則就是 一直以來都是七年來 都是我們選 因為是我們去拿出那些老師 都是我們選 從來都沒有意見 那如果這個原則是 大家協議了以來是 共同商討 那可以大家慢慢談 是你選 OK 可以慢慢談 但是這些事情 我們一定不會接受 但是這個原則 未改變之前 就突然間 單方面就說 這個不行 月油不行 丙和丁都不行 那這個和我們以前的做法 真的不同 這個共同商討 立刻令我想起 梵蒂岡 現在和大陸談那個 委任的那些 主教 原先在我心裡有這個 你是不是天主教 我天主教 我也有這個 analogy 但是你講好一點 我講過你講 我講過你心裡的話 其實裡面實際是怎樣做 其實大律師公會 就不是和梵蒂岡一樣的 因為梵蒂岡這麼多醜物 就真的不要搞 你們要結證些 其實我們很簡單 如果你說改變老師的原則 是共同協商 如果你提出 我們和你談 談完之後 我們就否決了 你願意共同協商 我不願意 你講清楚 我意思是 你不要說無故要講第二次 叫他提出 如果有這樣的改變的話 大家慢慢談 但是不可以在今年這樣 單方面 你說慢慢談 是不是意味著 如果談到 你們都有可能接受 我不會接受 那你就不要扭人去談 但是你要明白 我不是扭人去談 你要明白就是 如果原則仍然是維持 我們提供老師的話 這個原則暫時未變的話 今年發生的事就是不可以接受 我真的很複雜 這麼多 其實有時候 是不是每年都有過大律師公會的團 上北京 是的 都會有 在不同的節目 不同的 event 都會有機會 上了沒有 今年大律師公會 那是不是那個團都取消 老實說你上去 要有人接待你 你不要無緣無故自己上去 大灣區的那個大的project 都將會有一個邀請的 主席都會被邀請的一位 正常來說這個節目很大的 是 那就看看吧 年尾的時候出現 就是要不要邀請你 是 如果邀請這個你就去的 會去的 這個是另外一回事 另外一回事 所以主要教書就不去 如果邀請去就去 不過總之大家都希望 大律師公會 無論你做什麼都好 是要向社會解釋得很清楚 你的立場 你都知道這麼多人來到 都是很多人很緊張的 那你喜歡遞你的名字 希望你祝你好運 那今天多謝了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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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